1914年8月份的一天 上海宝山最有名的一个算命婆的家里 来了一对母女 当妈的 小心翼翼地 递上了一个木头盒 盒里的纸上分别写着 徐志摩 张又怡的生辰八字 算命婆忙活了一阵 深吸一口气道 这门亲事不配 她指着其中的一张纸说 南方徐志摩生于1896年 属猴命带玩乐 却又有狡猾 女方张又怡属属 命带勤劳富足 却又有胆小吝啬 若论生辰 二人恰巧相克 这门婚事还是不洁为妙 听吧 站在一旁的女儿张又怡还没说话呢 当妈的不乐意了 她太想要徐志摩这个女婿了 赶忙就问 有没有办法补救啊 还真有 命是定的 人是活的 最后 母亲硬是把女儿的生日 从1900年改成了1898年 属狗 凑出了一对天作之和 殊不知 这造假做出的天作之和 并没有能够长久 七年之后 两个人登报分手 震惊全国 因为他们开创先河 成为了近代中国史 离婚第一人 徐志摩和张又怡 1914年订婚 1915年结婚 到离婚之时 正值七年之养 关于徐志摩和张又怡 这桩惊事害俗的离婚案 一直流传着两个版本 大多数人始终认为 徐志摩之所以离婚 完全是因为 遗情别恋 民国第一才女 林徽因的出现 搅动了她平静的心 使得徐志摩 抛开责任与名誉 甘做这招骂的 离婚第一人 而今天 我们要讲述的 这个版本 更为悲情 也更为真实 归根结底 徐志摩从来都没有爱过 张又怡 说得再直白一点 自从揭开盖头的 那一刻起 徐志摩心里所想的 脑子里所酝酿的 都是离婚 那么作为妻子的 张又怡 真的就那么 不入才子的法眼吗 其实也并非如此 小徐志摩三岁的 张又怡 长相不差 虽然算不上是 国色天香 也是端庄秀丽 仪态大方的 用她自己的话说 我身材不错 还长着一双大眼睛 也是被人夸大了 而张家在宝山的声望 地位 只要一个例子 就能说明 现如今 看一家人 什么样的身家 单看这家 开什么样的车 也许就能分辨一二 一百年前也是如此 只不过 当时用的是轿子 轿子的颜色 数量 决定了 这家人的地位 在上海宝山 张家是唯一一个 拥有两顶红色轿子的家庭 祖上是朝廷命官 轿子是圣上御赐 张又怡父亲 是远近文明的医生 旧色扶伤 口碑颇家 张家家教森严 重视礼仪道德 同时眼光开放 鼓励孩子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 张又怡的兄长们 先后出国留学 二哥张君脉 是中国现代史上 扩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 民社党创立者 四哥张家敖 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 彼时的徐家 则是浙江侠时巨富 父亲徐申如 坐拥钱庄 仇布号 还有百年老店 徐玉峰匠员 这么一算 徐章两家结亲 那算得上是 相当的门当户对 生活富足 妻子贤淑 照理说 小日子应该是十分美满的 可徐志摩为何会从一开始 就惦记着离婚 甚至结婚七年 即便张又怡 非常争气地 为两代单传的徐家 连生了两难 也终究没有打消 徐志摩离婚的念头呢 一切 还得从那个 新思潮席卷中国的 1914年 说起 1914年 民主自由的新思想 弥漫在中华大地的 每一个角落 徐志摩当时16岁 正在浙江最好的中学 杭州府中学堂读书 他重敬 戊虚维新时期的 代表人物梁启超 效仿梁启超的文章 《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在校刊上发表了 他的第一篇论文 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文笔老道 见解独特 轰动整个杭州府 说来凑巧 张又怡的四哥 张家敖 当时担任杭州总督秘书 看完这篇文章之后 断定 这个年轻人 有理想 有抱负 随即 就写信给 徐志摩的父亲 徐申如 两个人一排集合 这门亲事 就这么定下了 双方的长辈定下了亲事 总得通知主角欲胜 这一天 徐志摩放学 刚一进家 父亲就欣喜地告诉他 你小子又服了 我给你结了一门亲事 一边说 一边就递过来一张照片 当时徐志摩心里已经萌生了 自由恋爱的念头 他对这门包办婚姻的女主角 丝毫都不感兴趣 可他拗不过父亲 最终还是不情愿地 接过了照片 照片上的张又怡 穿着传统的中式长裙 刺绣上装 盘着头 端坐在凳子上 兴许是第一次照相的缘故 他的表情当中 有一些惊恐 徐志摩只看了一眼照片 便用十分嫌弃的口吻说 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说完 扔下照片 转身就回屋里 在接下来的几天 徐志摩反抗过 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桩婚事 最终如双方家长所愿 成了 而这也开启了张又怡的悲惨生活 土包子 这是徐志摩给张又怡 贴上的标签 在此后七年的婚姻生活中 无论张又怡穿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这个标签都在不断地变大 直到压得他 喘不过气来 眼看到了结婚的日子 张徐两家张落起来 为了表示重视 又宜的六哥亲自去欧洲采购嫁状 二哥张君迈更是动用自己的关系 把这位年轻的才子 介绍到梁启超门下 要知道 几个月前 偶像梁启超离他还很远 如今竟有机会做了他的学生 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 到此 一直消极抵抗的徐志摩 终于提了要求 我要一个新式新娘 意思大概就是 我要一个穿婚纱的新娘 可问题是 西式婚纱大多是白色 在中国 只有吊丧这样的场合才穿白色 没办法 大婚那天 张又宜穿了白纱底 红色面的自创新式礼服 揭开盖头的一瞬间 两人目光相接 张又宜赶快低下了头 但他记得 徐志摩的脸像是冻上了 眼睛直盯着他 没有一丝感情 这是徐志摩和张又宜 第一次单独相处 而从《洞房夜》开始 沉默就成了两人生活中 唯一的词汇 徐志摩 曾经这样评价自己 我这一生的决定 大抵都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 打从第一次看到张又宜的照片 认定他是个土包子之后 这种感觉逐渐发展成了蔑视 甚至是厌恶 他暗暗发誓 一定要走 一定要离开这个家 结婚几周后 徐志摩启程去了北大 在那儿 他迎来了第一次自我觉醒 他涉猎中外文学 广交朋友 结识名流 自由思想 羽翼见风 徐志摩几个月才回来一次 一天晚上 徐志摩族然冷静地告诉张又宜 自己一定要做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张又宜当时只觉得他莫名其妙 怎会有人刚结婚就念叨着离婚呢 徐志摩说的不是风话 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他渴望革新 期待改变 而自己这桩包办婚姻 变成了长在他身上的一颗毒瘤 不能否认 徐志摩是个浪漫的革命主义者 面对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 徐志摩愁愁满志 他想出去看看 找到革命的道路 但走之前 还有一件事牵绊着他 作为徐家唯一的男孩 徐志摩的父母着急抱孙子 这话虽然没有说破 但规矩大概就是 没抱上孙子出国的事 免谈 1918年 徐志摩与张又宜的大儿子 徐基凯出事 全家人都欣喜若狂 任务终于完成了 徐志摩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多抱抱儿子 就匆匆踏上去美国的船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稀学生活 在美国第一年 徐志摩进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 同时选读社会学经济学 只花了十个月 便拿到了学位 获得一等荣誉奖 之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改读经济系 徐志摩相信先进的经济制度 能给中国带来根本改变 但很快 感叹资本主义体制的先进 徐志摩又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 直到1919年 五四的浪潮转至美国 在接触了大量刊登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后 徐志摩的兴趣又从政治学转向了文学 并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 随后 又因感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与物质 打算改道去英国 徐志摩在国外这两年 汲取了太多的能量和营养 而此时远在浙江辖时的张又怡做得最多的 便是等待 徐志摩来信不多 全部都是寄给父亲徐申如的 信里讲的大多也都是在美国的各种见闻 而信伪 至多是询问一下儿子的情况 对于妻子 徐志摩的信众从来都不提及 而这也令张又怡十分的失落 然而就在1920年的11月 徐志摩又一封来信寄到 内容一返从前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父母亲大人 西夏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已 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 未尝得一纸消息 即今分析出来是 虽猛大人凯诺 由不知何人能来 如此信到家时 由未有解决 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息弱 而窃盼其来 非徒为儿媳济也 之前对妻子不闻不问 现在又突然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张又怡一下受宠若惊了 没有了身宅大院的梵文汝杰 而与丈夫在英国为伴 再好不过 但这一切不过都是张又怡的幻想 天真的她 万万不会想到 徐志摩写下这封信 根本不是出自本意 而是完全迫于压力 什么压力呢 压力来自两个人 这封信的收信人 父亲徐申如 以及张又怡的二哥 曾将他引荐给梁启超的张军脉 对徐申如来说 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 儿子出了岔子 在美国学得好好的 突然放弃学位 转去英国 实在太不寻常了 这个想法和张军脉的不谋而合 早在一年前 他便开始旁敲侧击 让徐志摩接又怡去美国团聚 于是颇于无奈 去伦敦前夕 徐志摩总算是顺从了长辈的意思 提出了和妻子团聚的要求 1920年底 张又怡做足了准备 决定出发 由于不会外语 徐复就将儿媳妇 托付给了一户 前往马赛的中国家庭 在这一路上 张又怡的心情是几惊起伏 她一会儿显得非常期待 有的时候 又会显得有些忧郁 在一年前 在张又怡的请求下 徐复为她请了家庭教师 叫她中文 还有地理等等 张又怡期待着 当徐志摩发现 她的学识有长进时 两个人能一起促习长谈 甚至可以一起并肩上课 同船的人听说 她是去与丈夫团聚 大家都纷纷地点头羡慕 可当她一个人回到船舱 听着涛声依旧 心中又不免疑惑 丈夫是真心想让她去 还是这根本就是公婆的一厢情愿呢 一想到这里 张又怡的心从喜转忧 这一年 她二十一岁 上岸的前一天晚上 张又怡打开了行李 里面全都是临行之前 她在夏师老家 制伴的新衣服 在海上飘了三周 晃得她是腿软脚软 可她还是搭配着 实穿着 张又怡心里想 穿上这些新衣服 总不会还显得土吧 船终于驶进了马赛港的港口 张又怡焦急地四处张望 接站的人黑压压一片 可她几乎是一眼就认出了徐志摩 看到丈夫 张又怡的心一下凉了 只因在这一群人中 只有自己的丈夫面露不悦 一脸的不耐烦 张又怡一路都琢磨的问题 终于有了答案 徐志摩的确是迫于长辈压力 才把她接来的 徐志摩几乎没说什么 便带着张又怡直奔巴黎 他们的第一站是百货商场 那些临行前 张又怡精挑细选的衣服 一时间全都错了 张又怡机械地试了几套服装 直到徐志摩点头 他们的下一站是照相馆 到异乡的第一天 张又怡第一次穿着洋装 拍下了和丈夫的第一张合照 照片中的徐志摩 把头轻轻地斜向张又怡 脸上略带温柔的书生气 张又怡看着则有些拘谨 因为紧张 张又怡总是乱动 徐志摩第一次扶住了她的腰 照片洗出来之后 徐志摩赶快就把她寄到了 挟使老家 让父母看看自己和老婆 在一厢幸福的样子 而这张定心丸一样的照片 是这对夫妇 唯一的一张合影 很多时候 张又怡觉得 徐志摩是在故意地疏远她 甚至是故意地在给她难看 徐志摩为人洒脱 交友广泛 却从来没有向周围的人 介绍过她 当时两个人是在伦敦市中心的 中国人俱乐部 徐志摩每天进进出出 张又怡并不知道她在忙些什么 直到有一天 徐志摩说 你收拾一下 我们要搬到沙士顿去 康桥大学接受我当特别生了 徐志摩口中的康桥 也就是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剑桥 她这一生最经典的作品 大都和那儿有关 而对她的妻子张又怡来说 剑桥则是她一生的痛 因为在那里 她彻底迷失了自己 甚至差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沙士顿 离剑桥大学将近十公里 整条街上只有三栋房子 周围都是青草地 徐志摩租下的这栋房子不大 只有一个客厅 还有两间卧室 对于结婚不过三四年的夫妻 这样的二人世界 本该是令人期待的 可对于这对夫妻来说 这样狭小的环境 让人窒息 两人当时的生活 全都依赖徐富每月寄来的支票 没有庸人 一切生活上的琐事 都要自己张罗 这些事 对过惯了锦衣玉石生活的 张又怡来说 这老妈子一般的角色 并不容易 而每到夜幕降临 不论张又怡煮了他十分喜欢的食物 还是故意把饭菜做得难以下咽 都无法激起徐志摩的任何反应 他极少开口 机械地吃着饭 与张又怡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让他觉得十分难挨 突然从一天起 徐志摩出门前 会主动跟张又怡抱背 告诉妻子自己要去趟理发店 这种主动让张又怡受宠若惊 可奇怪的是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 徐志摩每天早上都会跑过来告诉他 自己要去趟理发店 与此同时 邮递员每天都会送来一封英文信 虽然看不懂 但女人的直觉告诉他 徐志摩大概在外面有人了 张又怡的直觉 没有错 徐志摩碰到的这个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算得上是他这辈子第一个 奋不顾身的人 林徽英 当时的林徽英虽然只有16岁 但已经出落的轻力脱俗 又聪明绝伦 徐志摩相信 他就是自己一直苦寻的灵魂伴侣 两人一起表演戏剧 唱游康和 也正是此时 徐志摩迎来了自己的创作巅峰 他对爱情对美的幻想 在林徽英身上全部实现 十公里外的康和 徐志摩和林徽英撑着船 尽想沿途美好 而在沙士顿 曾经的千金小姐张又怡 像庸人一般 艰难地操持着家务 毕竟 经济拮据的徐志摩 还是会按时回家吃晚饭 对于张又怡来说 丈夫的心跑了 人还在 倒也还好 而没过多久 1921年7月 张又怡再一次怀孕了 照理说 这是拉回丈夫 赶走小三的好时机 可张又怡却偏生 没有那么好的命 怀孕这事 要是在侠氏老家 那公婆得高兴得谢天谢地 可是在沙士顿 两个人不仅经济结局 生活上也有诸多的不便 一拖再拖 张又怡还是得把怀孕的事 告诉徐志摩 一天徐志摩坐在沙发上 反着报纸 心情好像不错 张又怡站在一旁 就把自己怀孕的消息 告诉他 没想到 还没等他讲完 徐志摩便毫不犹豫地说道 把孩子打掉 张又怡显得有些激怒 赶忙说道 我听说 有人因为打台死掉 徐志摩突然转过头来 冷酷地瞪着他 用略带厌恶的口气说道 那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 你见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说完 他便摇摇头 起身离开了 当晚 张又怡破天荒地 没有做晚饭 张又怡想不明白 怎么几年的时间 徐志摩就变得如此地 稀化了 或者说打台这事 在西方真的早已经成了 家常便饭了吗 他几经思索 最后决定 尽最大的努力 去打台 此时的张又怡 仍然天真的认为 这是自己 向徐志摩证明的机会 证明自己是个愿意 接受新鲜事物 思想新潮的女性 打台的是 徐志摩再也没有主动提起 他推给张又怡 自己去解决 这种关乎人命的决定 他甚至不愿 给这位不懂英语 怀着自己骨肉的女人 一点帮助 当时周围人猜测 徐志摩这样做 肯定是为了林徽因 担心这个孩子会影响 自己和林徽因的发展 担心家里父母 会因为这个孩子 更依赖张又怡 徐志摩只能狠心扼杀 这个生命 这样的解释 固然有道理 但不够全面 经历了剑桥生活 以及新思想的启发 徐志摩相信 只有拥有全新人格 才能得到幸福 这个孩子是封建婚姻的产物 打在娘胎里 就注定是阻碍自己 进步的绊脚石 即使生下来也不会幸福 倒不如让他早早离去 免受人间痛苦 于是几天之后 徐志摩选择不辞而别 留下了这栋小房子里 死一般的沉寂 两周过去 徐志摩还是没有出现 怀着孩子的张又怡 想过自杀 可想到父母 以及挟使老家的大儿子 还是放弃了 又两周过去 一个自称徐志摩朋友的人敲门 屋还没进 就开门见山地说 徐志摩不要你了 张又怡万万想不到 徐志摩会在这样的时刻 抛弃他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就像是秋天的扇子 用过了整个夏季 便被人默默丢弃 关键时刻 还是亲人救了他 张又怡登上了 去往法国的火车 向二哥张军迈求救 为了妹妹的身体 张军迈决定 将他安排到 当时正在巴黎求学的 刘文岛夫妇家 那儿的一切 都和沙士顿很像 只是这次 张又怡是一个人 在法国的几个月 张又怡彻底想通了 他决定重整旗鼓 第一步就是重新学习 他跟着刘文岛夫妇 学习法语 甚至想过进入大学 攻读教育学 这样就算是没有徐志摩 自己也能一个人 把孩子带好 怀孕八个月时 七弟张景秋 把他接到了德国 继续照料 1922年 2月24日 张又怡在柏林 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孩子 取名彼得 到了这会儿 半年过去了 徐志摩 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不知是徐志摩听到了风声 还是一起 真的这么巧 又怡出院回家的第一天 就看在桌子上 躺着一封信 那漂亮的自己一看便知 是徐志摩的 张又怡 此刻已经是脱胎换骨 他本人对于徐志摩 再无期待 他只是想看看 对方究竟能说些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的内容 又怡 真生命 必自奋斗自求得来 真幸福 必自奋斗自求得来 真恋爱 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 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 其先自作榜样 永绝志断 彼此尊重人格 自由离婚 知觉苦痛 绕了一个大圈子 无非就是想离婚 却还满嘴的仁义道德 好像只要他俩离婚 社会就能进步 全人类就都有福了 可不知道您有没有意识到 上纲上线的同时 徐志摩对于这个孩子 知自未提 对于抛妻弃子 让他们自生自灭 知自未提 张又怡早就知道要离婚 只是徐志摩想用一封信 打发一切的做法 实在是太过敷衍 他要再见徐志摩一面 听听他怎么说 看看他的样子 好让自己彻底死心 就这样 在柏林的一家旅馆里 张又怡见到了自己 消失了八个月的丈夫 见到刚刚生产完的妻子 徐志摩眼皮都没抬 他只是递过来几张纸 冷冷地说道 我们离婚的事情 我的父母已经同意了 并且他施以张又怡 可以在这签字 徐志摩就是这么坐着 他没有问一句孩子的情况 也没有关心 在自己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妻子的生活 张又怡有些激动 他没有料到丈夫会如此的绝情 说道 你有父母 我也有父母 如果可以 我要先等我的父母 批准这件事 听完了这话 徐志摩急躁地摇摇头 不行不行 我可没有时间等你 你一定得现在就签字 催促生重 张又怡 借过来离婚协议书 上面徐志摩 还有其他证明人的名字 都已经写好了 就等自己的了 张又怡深吸一口气 签下自己的名字 此时的徐志摩 高兴得几乎不能自制 嘴里不停地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他甚至还抓过了张又怡的手 表示感谢 张又怡心中苦涩 结婚七年 丈夫第一次主动亲近 主动露出笑脸 竟然是因为自己 同意还他自由 签字离婚 就这样 不顾抛弃弃子的指责 一代文豪徐志摩 终于了了自己的心愿 他成为近代中国 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为了阻止徐志摩离婚 梁启超曾经写了一封 非常恳切 很长的信 去劝他 我们为您 抄录了这封信的 一部分内容 在这封信里 梁启超规劝他 不能以个人快乐 换别人的痛苦 告诉他 爱情可欲不可求 更警告他 天下没有圆满的事情 如果一意孤行的话 必将受到挫折 只是老师这种 与浪漫理性相悲的说法 实在是徐志摩无法接受 回信中 徐志摩写下来那句 堪称当代爱情宣言的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 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得知我姓 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 单看这番表白 确实感动 可事情到此 还远没有结束 一是 徐志摩和张又怡 虽然签字离婚了 可是 还在柏林医院里 躺着的小儿子彼得 怎么办呢 二是 徐志摩和张又怡 这次协议离婚 严格来说 根本就不算数 徐志摩费尽周折离婚 可能只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立志成为近代中国自由离婚第一人 徐志摩能否得偿所愿 他几乎高兴的 不能自治 惨遭丈夫抛弃 张又怡将如何独自面对 异国的艰难生活 张又怡陷入到绝望之中 徐志摩坚持高调再婚 他的自由恋爱 真能幸福美满吗 本已毫无瓜葛 张又怡为何常年 赡养徐志摩父母 曾经徐志摩眼中的土包子 又如何成为 引领上海滩时尚的女人 档案为您揭秘 被一代文豪徐志摩辜负一生的女人 下集